基础物理2A 6-2 弹性碰撞 这是106年6-2的范例解说 第一题 质量不等的两个物体做正面弹性碰撞 在此过程中 两物体和种物理量量值必定相等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这里在一个平面上有AB两个物体 这两个物体做正面的弹性碰撞 所谓弹性碰撞 在碰撞的过程没有能量损失 然而碰撞的结果是A撞B B撞A 只有AB之间有作用力 除了两个物体之外 在水平方向没有其他的外力作用 因此水平方向遵守动量守恒 所以碰撞前的总动量 等于碰撞后的总动量 所以在碰撞前后 动量的变化量 它们的量值会相等 所以B这是其中一个 而由于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关系 A给B的作用力 会等于B给A的反作用力 所以彼此在碰撞时 它们的交入作用力也是相等的 所以A这个也是其中以下 同时因为弹性碰撞 在碰撞前后没有能量损失 所以碰撞前的总动能 等于碰撞后的总动能 所以碰撞前的总动能 カalen加凝数回忍 加K2 phaseion 这个是碰撞前的总动能 而碰撞后的总动能 是凝数分度 是去总动能 是凝数分凝数分整 psi Covid 凝数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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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数量 AC 的总动能 并能复的kaplan减掉ka 会等于kbplan减掉kb 所以plan是指后来的动能 所以kplan是a后来的动能 而kbplan是b后来的动能 我们把后来动能减掉原来动能 就动能变化 所以kplan减ka 这表示a的动能变化 而kbplan减kb 这表示b的动能变化 而同时如果碰撞前后 a的动能减少 则b的动能会增加 因此前面的符号表示 a减少了动能 等于b增加了动能 因此两个物体在碰撞前后 它们动能的变化量是相等的 所以珠这个正确 而速度的变化量 因为两个物体动量的变化量相等 所以delta pa 会等于delta pb 而delta pa 这表示ma 乘上delta va 把a的质量乘上a的速度变化 这个就是a的动量变化 同样的delta pb等于mb乘上delta vb 这是b的动量变化 因为a的动量变化 等于b的动量变化 可是题目说两个物体质量不相等 因此ma不等于mb 所以delta va就不会等于delta vb 所以两个物体的速度变化 不会相等 所以c这个不对 而至于e 因为a所受到的作用力fa 等于b所受到的作用力fb 所以a受到的力是ma乘上aa 而b受到的力等于mb乘上ab 因为ma不等于mb 所以a的加速度也不会等于b的加速度 因此两物体的加速度不会相等 所以e不对 因此第一题正确的只有ab珠三下 第二题 实际上各为3公斤2公斤的ab两指点 在一直线上运动 速度各为18公尺每秒以及8公尺每秒 则发生弹性碰撞以后 a求a的速度 b求b的速度 ca和b的动量和 ea和b的动能和 因为a和b两个发生弹性碰撞 所以我们利用弹性碰撞的公式 如果ua这是碰撞以后a的速度 等于a加b分支a减b乘上va 加上a加b分支2b乘以vb 所以a质量3公斤b质量2公斤 因此a加b3加2分母是5公斤 而分支3减2乘以a的速度是18 加上a加b是3加2 2b是把2乘以2乘以2乘以b速度是8 所以碰撞以后 这时候5分支 3减2是1 1乘18等于18 加上5分支 244832 所以加起来等于五分之五十 因此速度变成十公尺每秒 所以碰撞以后A的速度是十公尺每秒 A这个是对的 而B的速度UB 等于A加B分之二A乘以VA 加上A加B分之B减A乘以VB 所以我们把数字带入 A加B是三加二等于五公斤 而2A是二乘三乘以A速度是八 加上五分之二减三乘以速度是八 因此等于五分之 二三六六乘十八 一零八 减掉五分之 因为二减三是负值 负一乘以八 所以是负八 因此等于五分之一百 所以等于二十公尺每秒 所以B的速度是二十 因此B不对 C A和B的动量和 因为碰撞前的总动量会等于碰撞后的总动量 所以碰撞前P碰撞前的总动量 其实也是碰撞后的总动量 所以把三公斤乘以速度是八 加两公斤乘以速度是八 等于三乘十八 五十四 加二八 十六 等于七十 所以碰撞前的总动量是七十公斤公尺每秒 而碰撞后的总动量也是七十公斤公尺每秒 所以C这个是对的 因此猪这个不对 而A和B动能和 因为是弹性碰撞 所以碰撞前的总动量会等于碰撞后的总动量 水碰撞前二分之一 MA三公斤 速度是八的平方 加上二分之一 M两公斤 速度是八的平方 所以十八的平方三二四 乘以三再除以二 前面一项 这个等于四八六 加上后面二跟二约分 八的平方等于六十四 所以加起来等于五百五十 这是动能 所以是五百五十交二 因此一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二题正确的是A和C两项 第三题 距离25公尺的A和B两球 于直线上做正向弹性碰撞 若A与B的速度和时间的关系如右图 其中B球的质量为6公斤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先看拔面这个图 这里是A和B两个物体 它们运动的速度关系 最初A的速度本来是4 B的速度本来是负1 而A和B题目说 相隔25公尺 假设这一颗是A 而这个是B 碰撞前A的速度是4公尺每秒 而B的速度是负1公尺每秒 所以表示A的速度如果原来是向右 则B的速度则是向左 现在如果B的质量是6公斤 所以B有6公斤 A的质量我们假设是A 因为A和B两球发生碰撞 所以碰撞顺手动量手横 碰撞前A速度是4 所以碰撞前的总动量等于碰撞后的总动量 因此碰撞前A质量是A 而速度是4 加上B质量6公斤 而速度是负1 这是碰撞前A和B全部总动量 要等于碰撞后的总动量 而碰撞后A速度是负2 所以A质量乘上速度是负2 加B质量6公斤 可是B速度变成3 所以等号的两边表示 碰撞前的总动量和碰撞后的总动量 所以左边4A-6等于负2A加18 一向过来6A等于24 所以A质量4公斤 因此A的质量是4公斤 B这个是对的 而碰撞前后B的动量变化 它的变化量我们求B的动量变化 所以DeltaPB 因为B质量6公斤 可是B的动量变化 是把质量乘以速度变化 而B后来速度是3 减掉原来速度是负1 所以3减负1 我们前面改中括号 因此等于6乘上 3减负1变成3加1 所以是4 6424 质量公斤 乘公尺每秒 所以B的动量变化量是24 所以不是12 因此A不对 C AB两球碰撞期间 平均注目力的大小 我们看图上 A和B碰撞的时间是从第三秒到第五秒 所以碰撞时间DeltaT 经过两秒钟的时间 现在题目要求 碰撞前后A和B 它们之间的作用力 所以我们直接求B的作用力 因为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关系 A所受的作用力 等于B所受的作用力 所以把力FB 这是B受的力 乘上经过的时间 这个就是B的冲量 而冲量等于动量变化 所以等于DeltaPB 因此这个等于B的动量变化 所以FB则B受的力 B碰撞的时间是两秒钟 所以B受力经过两秒钟的时间 等于B的动量变化是24 因此FB求出来 24除以2 等于12牛顿 所以AB的平均作用力大小是12牛顿 因此C这个是对的 主AB两球最接近的时刻是T等于4秒钟 最接近的时刻是A和B两球速度相等的时候 从图上我们看到 从图上我们看到在第4秒的时候 A和B速度都相等 所以第4秒的时候两球是距离最接近 这时候两球是速度相等的时候 猪这个是对的 1乘猪 此时AB两球减少的动能是5焦2 因为碰撞前的总动能如果是K1等于2分之1 A质量4公斤 速度是4的平方 加上2分之1M B质量6公斤 速度是1的平方 这碰撞前的总动能 所以碰撞前的总动能 2跟4约分这里是2 4的平方16乘以2 前面是32 加2跟6约分是3 1的平方乘以3等于3 所以碰撞前总动能有35焦2 而两球距离最接近的时候 是第4秒速度等于1 因此如果这时候动能是K2 等于1分之1 因为距离最接近两球速度相等 因此A质量4公斤 B质量6公斤 它们两球速度都是1的平方 因此等于4加6 1010乘以2 5焦2 因此距离最接近的时候 动能剩下5焦2 所以减少了动能 Delta 1k 我们把最接近的动能5焦2 减掉最初的动能35焦2 所以损失了30焦2 因此两球距离最接近的时候 它减少了动能 减少了30焦2的动能 所以1这个不对 因此第三题 正确的只有B C 珠 三项 第四题 A球正向弹性碰撞 静止在光滑水平面上的B球后 A球以原有入射速率的3分之2反弹 则A球的质量为B球质量的落干倍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这里有两颗球 假设左边这一颗是A球 右边这一颗是B球 题目说 A球正向弹性碰撞 静止在光滑水平面上的B球 B球是静止 所以B球的速度本来是0 A球本来有速度 所以A球本来向右去撞B球 速度假设是VA 可是碰撞以后 A球的速度变成是 拥有速度的3分之2 而且是反弹 所以碰撞前 A的速度是VA B的速度是0 而碰撞以后 A的速度变成3分之2的VA 因为它是朝反方向 AB两球是做弹性碰撞 弹性碰撞的公式 由A等于 A加B 分支A-B 称以速度VA 因为B是静止 所以后向等于0 因此后向省略 题目说 A碰撞以后 以3分之2的速度反弹 所以碰撞前 本来A向右 碰撞以后 变成朝反方向 所以A的速度 是负的3分之2VA 等于A加B 分支A-B 乘以A 乘以A原来速度VA 两边我们把VA约掉 交叉相乘 所以把负2写到分子 因此负2A A-2B 等于3A-3B 负2A移过来 因此-3B 变成3B-2B 等于3A 加2A 所以B B等于5A 因此A-B 等于1-5 所以A-B 等于1-5 A的质量 是B的5分之1倍 因此第四题 珠的答案 第五题 加一两物体 做一维的弹性碰撞 以至脚体碰撞前后 速度由5公尺每秒 变成3公尺每秒 以物体的速度 原来是负2公尺每秒 求加一两物体质量比 为G比G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这里有加一两个物体 其中 甲物体 本来速度是5 碰撞以后 速度变成3 所以甲物体 原来速度是5公尺每秒 后来速度 变成是3公尺每秒 而以的速度 原来是负2公尺每秒 如果 站的速度表示向右 则负的速度向左 所以加一两个物体 原来速度 一站一负 两个物体运动方向是相反的 结果碰撞以后 甲速度变成3 如果甲的质量 假设是A 而以的质量 假设是B 则碰撞以后 甲的速度变成3 因此 我们利用弹性碰撞的公式 因为UA等于 A加B 分之A-B 乘以VA 这个是A的速度部分 后面 A加B 分之2B 乘以VB 这是B的速度部分 所以我们把数字带入 A速度变成3 所以后来速度是3 等于 原来A加B 分之A-B 乘以VA VA本来速度是5 加上 A加B 分之2B 乘以B速度是-2 所以等于 分母都是A加B 所以我们把前后两项 合并起来 前面5A-5B 2B乘以-2 变成-4B 因此 合并起来变成 A加B 分之5A -9B 这个等于3 所以A加B 乘过去 3A 加3B 等于 5A 减9B 一向过来 于是 3B 减9B 一过来变成 加9B 等于 5A 减3A 所以 12B 等于 2A 因此 A比B 等于 12比2 等于 6比1 所以A和B的质量 就是 甲更以两个物体的质量 等于6比1 所以第五题 1的答案 第六题 甲木块质量4公斤 乙木块质量2公斤 甲的运动速度是5公尺每秒向东 乙的运动速度是5公尺每秒向西 若取向东为正值 则 甲乙两木块 它的动能个别是多少 我们看底下的图 这里 在水平面上有甲乙两个物体 其中 甲质量4公斤 水这个甲物体 它质量4公斤 而乙物体质量2公斤 甲的速度是5公尺每秒向东 乙的速度是5公尺每秒向西 所以甲乙运动方向相反 甲速度是5公尺每秒 向右表示向东 乙是5公尺每秒 向左表示向西 现在要问甲乙两木块动能个别是多少 所以甲的动能可以甲 2分之1 m质量4公斤 速度5的平方 所以5525 4跟2约分变成2 因此25乘2等于50交2 而乙的动能 而乙的动能等于2分之1 m质量2公斤 速度也是5的平方 所以2跟2约掉5的平方 25交2 所以甲原来动能50交2 乙原来动能25交2 所以第一小题 乙的答案 第二小题 甲乙两个木块 如果发生正向弹性碰撞 则甲乙碰撞以后 速度变成多少 我们知道甲乙的质量 也知道他们原来的速度 所以弹性碰撞的结果 UA 等于 甲质量4公斤 乙质量2公斤 所以分母4加2 等于6公斤 分支4减2 乘以甲速度是5 加上分母是6 分支乙的两倍 所以2乘2 乘以乙的速度是负5 因此乘出来等于 6分支4减2是2 6分支4减2 因为后面有负号 6分支2 4 4 5 2 10 因此等于负的6分支 10减2 10等于负10 所以是负的6分支10 所以等于负的3分之5 公尺每秒 这是碰撞以后负的速度 而碰撞以后乙的速度 UB 等于分母是6公斤 分支乙的速度前向是把负2倍 所以2乘4 乘以负速度是5 加上分母是6 分支 B减A 所以是2公斤减4公斤 乘以B速度是负5 因此等于6分支 428 5840 减掉 6分支 2减4是负2 负2乘负5等于10 所以变成加10 所以是6分支50 因此等于3分之25公尺每秒 谁碰撞以后乙的速度是3分之25公尺每秒 所以 甲后来速度是负的3分之5 乙后来速度是3分之25 因此第二小题 猪的答案 第七题 质量4公斤的A球以12公尺每秒与禁止质量2公斤的B球做正向弹性碰撞 球碰撞以后A的速度VA 碰撞以后B的速度VB它们分别是多少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这里一个A物体 质量是4公斤 旁边这里一个B物体 质量是2公斤 最初A速度是12公尺每秒 所以如果A的速度向右 速度是12公尺每秒 而B原来是禁止 所以B原来速度是0 现在AB两个做弹性碰撞 碰撞以后A的速度假设是UA UA等于A加B分之A-B乘以VA 因为B速度等于0 所以B后向跟向等于0 因此省略 水等于因为A的质量是4公斤 加B的质量2公斤 水分母4加2 分子4-2 乘以A速度是12 水等于6分之2乘以12 6跟12约分 因此速度是4公尺每秒 水碰撞以后 A的速度是4公尺每秒 这个是第一小题 而第二小题 碰撞以后B的速度UB 等于分母A加B分子是2A乘以VA 因为B速度是0所以后向等于0 因此等于分母4加2 分之2乘以4乘以VA速度是12 所以6分之8再乘以12 6跟12约分这里是2 2816公尺每秒 水B速度是16公尺每秒 因此第七题 碰撞以后A的速度变成4 B的速度变成16 这第七题弹性碰撞的结果 第八题 如有图 质量为小M的小球 摆在质量为9M的大球上面 两球同时自距离地面高度H处 自由落下 假设两球半径远小于H 两球与地面间的碰撞 和两球之间的碰撞 都是属于正向弹性碰撞 请问小球反弹的高度 比大球反弹的高度高出多少H 我们看底下的图 如果原来小M跟9M两颗球 A球是小M的质量 B球这里质量则是9M 两个球原本贴在一起 距离地面高度本来都是H 现在两颗球自由落下 我们先求两颗球落至地面的结果 因为距离高度H 因此自由落体V平方等于V零平方 加上2AX V是磨速 水落到地面瞬间的速度 如果是V 因此V的平方 自由落体初速是0 加上2A 落下的过程是受重力作用 因此加速度是重力加速度G 落下的高度是H 所以2GH 因此V等于 根号2GH 所以A B两球落至地面瞬间 它们的速度都是根号2GH 可是B球跟地面进行弹性碰撞 所以B球碰撞以后 因为地面质量四回无限大 所以B球碰撞的结果 变成是元素反弹 所以B球速度变成是向上 根号2GH 可是A球仍然持续向下 所以A球向下运动 速度根号2GH 于是B球反弹瞬间 A球还在下降 因此A球与B球在地面 它们又同时弹性碰撞了一次 这时候B球速度向上 A球速度向下 如果以向上为正 则A的速度 这时候VA 是向下负的根号2GH 而B的速度则是向上 因此VB等于根号2GH 这个是我们以向上为正的结果 所以A跟B弹性碰撞 A质量M可是B质量9M 所以碰撞以后 A的速度变成UA 结果等于 A加B是M加上9M 分之M减掉9M 乘以负的根号2GH 加M加9M 加M加9M 分之2倍的9M 乘以根号B的速度 是向上根号2GH 因此前向等于 10M分之-8M 乘以负的根号2GH 我们把分母合并M先消掉 因此10分之-8加18 前向-8和负号变成正8 根号2GH 加上10分之-8 根号2GH 所以变成10分之-18加8 26 根号2GH 所以等于2.6跟号2GH 这是碰撞以后 A的速度 正的表示速度是向上 而碰撞以后B的速度 UB 等于 等于 M加9M分母是10M 分之A的两倍 所以2乘M 乘以A的速度是负根号2GH 加上 加上后向是M加9M分母是10M 分子是B-A 所以9M-M 所以剩下8M 乘以根号2GH 結果等于 结果等于 我们把M 为0.2乘以负号变成 10分之-2 加上 10分之8 这里 根号2GH 所以等于十分之六 因此等于0.6根号2GH 这是碰撞以后B的速度 所以小球反弹的高度比大球反弹的高度高出多少H 小球A球碰撞以后的速度是2.6根号2GH 因此它到达最高点我们利用V平方等于V0平方 先值上抛的结果减2GH 所以对于A球而言到最高点末数是0 等于V0A球原来速度是向上2.6根号2GH的平方 减掉2GH 所以A球反弹的最大高度2GH 等于我们把2.6的平方变成6.76 所以刚号去掉变成2GH 所以两边把2GH约掉 因此HA就等于6.76H 同样的我们也求出B反弹后的高度 我们利用相同的公式 V平方等于V0平方减2GH 这时候V平方末数到最高点末数变成0 所以0的平方等于V0平方 因为B后来速度是0.6根号2GH 所以0.6乘根号2GH的平方 减掉2GH 这是HB 所以B反弹以后的高度 我们把减号移过去 所以2GHB 就等于0.6的平方 0.36乘以2GH 我们把两边2G消掉 所以HB就等于0.36H 因此小球跟大球 他们反弹的高度差 ΔH 就等于小球反弹是6.76H 而大球反弹是0.36H 两球相差6.4H 所以小球和大球反弹以后的高度差 相差6.4H 所以第八题 B的答案 想要达到终点 必须迈开脚步 想要成功 必须付诸行动 别人都在前进了 你还能停留在原地吗 愿这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